特朗普禁止七国穆斯林踏入美国的新移民政策 让美国自由国度支撑蒙上一层阴影 星期二数百名纽约市高中生和学院生走出教室 冒着小雨聚集在曼塔顿福利广场发挥群众力量 大声告诉特朗普美国欢迎任何人 以行动维护人权和自由 всемềnde hey Barcelona 有一只教徒美国叫的美国关系 安全的 避免 多kek以外馓的核心 sheareri国 önce之 Duty's AND HIS RHETORIC HAVE KIND OF ROUNDED UP UNDER PART OF AMERICA AGAINST ACCEPTANCE AND AGAINST INCLUSION AND I THINK IT'S COOL TO SEE LIKE SO MANY YOUNG PEOPLE LIKE REALIZE THAT AND WANT TO LIKE SPEAK UP AND SPEAK UP FOR THE VALUES WE BELIEVE AMERICA REPRESENTS WHICH IS INCLUSION OUR PRESIDENT DOES NOT AGREE THAT ALL PEOPLE ARE CREATED 所以战争是真实的 要赢 要赢 我们需要一国一国 我们需要一国一国的学生团队 镜头转到南美洲委内瑞拉 这里同样上扁示威情况 因油价暴跌陷入经济危机的委内瑞拉 国内物资严重短缺 尤其医疗物资和设备更是匮乏 加上罪案频频发生 导致医护人员每天提心吊胆 人无可忍下 上百名医护人员 星期二游行到卡拉卡斯市中心的卫生部 要求政府立即采取措施 还医疗人员和病人一个安心的工作环境 健康是一种重要的 健康是一种重要的 每天的维护典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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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典 健康照顾和医疗本是基本人权 但物资短缺加重医疗危机 受苦受害的往往是社会底层人士 唯有希望官方能够拟定对策 化解危机